东龙宫温王慈善会定期在简安相近各个村落举办爱心平安餐 还有益检按摩服务 4月份来到了福星活动中心 为80多位福星甘城南华村的中低收 还有担心弱势民众来服务 乡长游淑珍特别到场颁证感谢状 感谢宫庙的扇行 同时也发放了各界捐赠的爱心米 让现场的弱势家庭倍感温馨 东龙宫主寺温府千岁 可以长期致力关怀热事举办公益活动 同时每个月也会在各个社区举办爱心平安餐 关怀境内的弱势家户 因为就是我们有集资很多我们的文王很多善心人士 那我们希望在社区我们吉安乡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东龙宫是位于在吉安乡的部分 所以我们想说我们可以能帮得上满我们这些人善心去支持他们 对我们还有请很多的益检老师 像我们这次来的益检老师也是从台北来的 对他们都是很有爱心就是大家发誓善心 义工来到这个地方来服务大家 既然想拿游淑珍感谢温王慈善会 十多年来的奉献和关怀 亲自颁发了感谢状 再次感谢东龙宫温王慈善会为我们开启了福兴南华甘城送餐益检以及按摩和白米捐助的活动 我们相信社会有爱在我们的关怀是天天24小时带来的守护 无论在我们强政过后除了我们的所有的受灾户以外 我们的中低收入户也必须是我们保护长期辅助抚慰的对象 也谢谢东龙宫长期以来十几年来 无管是任何的个案紧按救助 和这样子定期的每一春月月的送餐 让王爷的慈悲来深耕我们的地方 守护乡亲心灵的这样的一个安定 我们再一次至上满满的感谢 今年4月份东龙宫温王慈善会的爱心列车 开订了福兴春活动中心 为80多位福兴、甘城、南华的弱势家户民众 提供了意见服务 同时也席开食桌宴请乡亲吃美味的午餐 简安香公所也转赠各界捐赠的爱心米 希望可以让弱势乡亲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介络会简安香报导